欢迎大家回来,咱们现在进行商业插画的第17讲 然后从这讲开始,咱们就开始进行一些案例的操作 首先咱们先打开PS,我用的是Adobe CC 这样的话咱们先新建一个文件夹,先建一个新的页面 是用A4的大小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颜色模式,要调成CMYK 然后点击确定,这样咱们就进来了 新建了一个页面 然后咱们就要开始,第一步要讲咱们这个插画应该是怎么去构思 这个之前咱们在上面即将也都有说 就是说咱们的插画一些创意方法 比如说咱们这次讲课主要是我这边准备一个主题 就是鲁迅先生说的 世上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便长了路 就按这句话进行一个思维扩散的一个绘画 就等于说比如说这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页面让你来进行这样的操作 现在的人们,咱们可以延伸一下 就现在人们都比较追求自由嘛 说按照鲁迅先生以前说的这种就是 世上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便长了路 就是说你要走,人走的多的路 这样的话,你就会能找到更多的这样的机会 或者是比较稳定 那咱们就开始 和绘画 首先是咱们先挑选一个笔刷 然后根据刚才大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在想首先是表现自由的话 应该是先画一个翅膀 这个就是按照这种自己心里想的这种 先画一个草图 对吧 一般这个要在笔记本上 或者是在自己的草稿本上 先大概构思一下 这个就是说先画一个这样的一个翅膀 躺在那里 然后这可以先构思一个小人是吧 然后这个小人他就是跳格子 就是小时候玩那种游戏 然后再画这个北斗七星 这意思也就是说 在追求自由的路上 是吧 就是有很多像北斗七星这样的指明你方向的 但这个不属于咱们 真正追求自由 而是说走别人已经定好的路 不会出错的路 是吧 比如说像考公园啊 这些 其实他算是一个就是像北斗七星一样很稳定的路 但是他不是现在年轻人所追求的那种更好的 或者是更自由的这个方向 所以说大概这思路绘画的 暂时的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咱们再进行找一些草图有了就要找一些这个 素材 首先是比如说这翅膀是吧 应该有哪些 可以找一些属于自己内心一些比较喜欢的 是吧 这种素材 然后各种各样的 也都可以在啊 就是多翻一下 多找一些 然后咱们再搜一下 比如说啊 北斗七星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排列方式 对吧 有横的 然后也有这种树的 啊 然后再找一下跳格子 其中这些儿童的这些玩法是吧 就是说这些小孩的跳格子的动态是吧 一定要就是比较规范或者是比较有趣一些 让大家一看它确实是正在跳格子 各种各样的 有小人有小孩有大人的 也是挑咱们比较喜欢的这种 我这边就提前准备好了一个自己想要的这么一张素材 就是心理想的这种翅膀 因为这样的翅膀它比较长是吧 然后还可以进行拉伸 这样的话在整个画面上可能会填充的会比较满一些 然后咱们先新建一个图层 就是说咱们不要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进行这样的描绘而新建一层 而且我自己平常喜欢是在画上面有一个底色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给大家找一下 比如说这个就比较好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肌理 然后可以在NPS里面简单的调一下透明度是吧 或者是给它稍微用橡皮擦工具擦一擦 这样的话就有一点点肌理 就不会显得这画面比较空 对吧 然后根据咱们心理想的这个翅膀 它应该有的样子 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是Ctrl T就是它的一个自由转换 自由变化工具 就是快捷键 大家也可以就是试一下 就拉缩它 拉伸它的前后左右 是吧 四个角落 然后进行它的方向的一些变化 然后找到这个透视比较好的位置 如果你透视的话 至少让它感觉这个翅膀是落在了一个地面上 是平面的 这样的话就比较真实 让咱们再稍微调一下 觉得哪里有不对的地方 稍微调一下它的方向 就是看在哪一个方向画会感觉比较饱满 画面比较有这个填充的力度比较好 然后咱们可以找一个笔刷 对它进行模板 这个咱们之前也有讲 这个模板上进行这样的 把多余的部分都擦掉 只留下咱们想要的部分 就顺着它的边缘 那可以大概的擦一下 它主要就是咱们在 之后的这个创作里面 大概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底色也好 还是说它的一个小小的 机理是吧 然后咱们之后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就是有这么一个小框块 就是咱们按照这个这个框子进行里面的一些 就是更多的绘画的创作 它不会就可能画的走样呢是吧 或者不符合这个翅膀的本身的结构 这个很关键 所以说如果咱没有特别特别那种高深那种技巧 是吧 那这种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方法 然后像这边咱们就要一个翅膀 这边就都给它擦掉 一定要用模板工具 如果不用模板工具的话 你想再比如说擦多了是吧 想把它再还原回来就很难了 所以说这个啊 咱们在这个画的过程中 基本不要用这个啊 这个橡皮 而是用这种模板工具 接下来咱们就进行给翅膀上色 也是用咱们的笔刷工具 给它进行黑色的这个翅膀的上色 就是根据你看我现在画就是按照他翅膀的一个走向 对吧 翅膀的羽毛的这么一种走向 然后他的笔触也好 根据他的方向来 这样的话 你画的画就是他觉得比较真实嘛 对吧 他按照他的机理来 就像就像说如果你切菜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你没有按照他蔬菜本身的文理进行切的话 走向进行切的话 所以说切出来菜会不太好吃 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咱们也是按照他的文理来 后面咱们就是在更改修改 是吧都会比较得心应手 如果这个翅膀你进行了一个 比如说横向的你擦 就是画的话 还不是竖向的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我现在就是用模板工具 就是把它全擦了 然后再用这个笔刷给他进行这样的激励 就是就是再擦一遍擦回来 他这样的话 就是笔刷本身带的这种激励 就可以有一些这种斑驳的嘛 就不要像羽毛这种感觉 可以挑一下笔的这个大小 好接下来可能就要根据这个羽毛 它一个叠着一个嘛 是吧一片羽毛叠着一片羽毛 所以说在他的边缘和羽毛跟羽毛这个衔接的地方可能就会稍微深一些 因为他可能有阴影嘛 有阴影 这样的话就比较符合羽毛 它本身这种结构 所以说现在需要把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 就是更深入的去画了 刚才就是大概做了一个小底子 就是让它比较有羽毛这种斑驳的这种质感 是吧 模糊糊的这种感觉 接下来就是要深入的去绘制它 但你绘制这些黑色的地方 是吧 深色的地方 也不会把它涂成一个死黑嘛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接下来涂这些色调 它都会略微带一些这种斑驳的感觉 羽毛可能稍微难化一点 它设计的东西比较多 一片一片的是吧 那这个是把底下的这个模板去掉以后 那它已经有这种大概的一个感觉了 还是照着它阴影的地方 把这个背景去掉以后 是吧 然后看哪里地方还需要填充 再进行更细致的这样的绘制 可能就比较快了 是吧 因为你也不能勾它勾得太死了 或者下笔太重了 是吧 一定要轻松一些 这样比较像羽毛这种比较灵活 然后比较有蓬松这种质感 就可以放松一下 然后这样慢慢的这样进行绘制 不能像像链钢笔字一样一横一竖 是吧 把它勾得过于这个太僵硬了 而说 那在这种基础上 一层一层叠加 是吧 然后根据它的明暗关系 跟羽毛和羽毛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进行比较好的这样的叠加 咱们所有的层都是要新建一层 然后你觉得没有问题了 你就可以跟下一层进行合并 合并的快捷键就是Ctrl E 之后就可以再按照提出的这种 先把它全部擦一边是吧 摸板 然后再进行激励量的一个 跌代 然后可以就是擦一边以后 它就会更统一一些嘛 更统一以后就可以 再稍微的做这样的 就是一层一层的再继续画 可能这个工作就是稍微反复无聊一些 但只有这样的比较多的层次 和你耐住你的这个寂寞是吧 然后你才能把它一遍一遍画的比较精致 肯定是你做一遍基礼 然后再回来再用小笔进行这样的描绘 这样的一遍一遍这样画下来以后 整个的这个质感就是相当的丰富了 这样的绘制工作 你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 可能会更长 咱们就先大概做这么一个样子